7.太陽報 古旗兵486億攻防戰 2015年7月27日財經 B02財經頭條新加坡交易的新華富士中國 A50指數期貨本周結算 未平倉合約達52.89萬張 總值於62.34億美元 約486.26億港元 正當A股好友與淡友真正決戰之際 美國聯儲局以外露底 加上聯儲局本周以涉及本港期子結算 勸相預期本周中港股市會上演牛洪攻防戰 美股上週五錯163點 港股美國預托政權幾乎全線下滑 騰訊00700低見149.263元 較上週五港收市價低2.237元 中移00941報98.837元 低1.363元 按比例推算相當於次跌267點 低建議24861點 跌穿250日牛洪分界線 紅星證券董事兼總經理張益祖表示 新加坡交易的新華富士 A50指數期貨本周結算 事存有不少淡倉 相信此有機會被推低 A.D.R.以敵川較關鍵的2萬5關 港股好友與淡友已經展開工防戰 此短線下方支持位為24600點 向上阻力位為25300點 約結算當日成交大 即沽百重 後市短期沒有運行 他又說 由於本周熟波動市 投資者而保本 代其子結算及大市轉運後再進行部署 此資持位24800康宏證券及資產管理董事王敏錫表示 大市整體成交偏遠下 其子大戶結算前後好淡攻防戰 勢令港股市放吹於反復A.股交易所買賣基金 在其子結算前後的表現 值得投資者注意 他認為 中港企業陸續公布的業績難忘有驚喜 內地經濟不明朗因素增加 港股基本已無望七翻新 預期港股走勢最快要到8月上旬財會較明朗 獨立股評人蔡又輝表示 A.股上週五高開低售 短期反彈已完結 本周港股期只結算 不排除會推低大市轉倉 此首個支持位為24800點 若跌穿則下市24400點 投資者適宜等待其子結算後再部署 不過 中長線港股勢好轉 他首選港交所00388 湖中勢力保3800 關欣臨資產管理董事歐葉亨認為 上週五美股下錯 以及聯儲局本周議息等因素下 本周A.股表演會較波動 他又說 新加坡交易的新華富士中國 A.50指數期貨未平倉合約兩大 不排除因內地監管部門嚴查惡意故空 有資金流向新加坡及香港市場進行對沖 他又說 外圍A.股期止結算日A.股細必出現攻防戰 認為A.股要自己撐自己 托住成份股的表現 而中央會嚴守早前托試成果 細保護中止3800關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師楊德龍表示 A.股經過早前抄底反彈後 現時已進入震盪反彈架局 他表示 指數在顯著上漲空間有限 廖戶中止短期內會在4000點水平上落 對於場外新華富士中國A.50指數期貨未平倉合約兩大 他認為不會對本周A.股走勢帶來太大波動 有信心A.股會安然過度 2次錄像 2次錄像 1次錄像 1次錄像